辛苦了 露出甜美笑容 亲切的和选民互动 或者跟着市长候选人蔡思英 一起扫街败票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高颜值的女性候选人 也受到选民关注 许瑞慈 盗赛 盗赛 不管是小肉相间 还是露出了美腿 中间区市议员候选人许瑞慈 最近出了一本 营养食谱的写真书 背景有不少是中正区的景点 好身材也成了亮点 写真书也开放民众索取 瑞慈是医疗人员 过去习惯用比较软性的方式 来跟民众互动 来让民众了解跟倾听 那我们选举的大环境上的一个文宣呢 大多是比较刚硬 然后有距离感的 那瑞慈希望这一次 透过比较书信的一个方式 来去强调瑞慈一个从政 他需要争取长者照顾的一个初心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 营养师的一个身份 来提倡均衡饮食 以及世纪养生的一个概念 从营养师的专业 教导民众如何吃的健康之外 还做基隆的城市观光行销 介绍包括旧渔会大楼 潮进公园 彩色屋 望海巷 跨海大桥等知名景点 看物里面呢 有针对我们旧渔会大楼 还有潮进公园 这样的一个景点的一个摄影 那来提倡我们中正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长照服务体系 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 但瑞慈希望能够更好 这一块来强调瑞慈从政的一个初心 是针对我们的长者照顾的一个优化跟提升 那还有针对我们的试剂好食 均衡饮食的一个部分 用简单明了的一个方式来提倡我们均衡饮食的一个概念 那以及在我们的正兵渔港 也有做我们的写真摄影 那还有针对我们的四季春夏秋冬 希望能够进补的四季养生 也给予大家的一个建议 网友纷纷涌入了脸书留言打气 而许越词甜品的外形 也让选战多了讨论话题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道